嗨 露露 很高興可以認識你大概三個月吧 然後這三個月從你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覺得你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 就是做很多很細微的動作都會忍不住的 覺得你很有趣 會大手心裡很嚇得笑 尤其是看你在打世心或者是醫生的時候 覺得特別好笑 以後可能就看不到這樣的場景 但是也祝你以後可以再見到你 然後祝你可以好好休息 謝謝你 掰掰 嗨 露露 就是很高興的是你 我覺得我一份工作就遇到你們 真的是蠻幸運的 然後你教了我很多東西 然後 很喜歡跟你出去吃飯 然後希望你 就好好休息 然後保重身體 恭喜你脫離山土辛苦海 有緣再相見 掰掰 嗨 露露 怎麼那麼突然 你就要走了 你走了 欸 再也沒有人介紹好吃的 那下次聚餐 我 都吃不飽 好吧 只好努力的減肥囉 欸 未來的路加油吧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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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安 嗨 露露 你終於要走了 我 以後沒有人可以聽我跟簡易說感話了 也沒有人可以幫我們看週報的 但是 就是 你這時候剛剛躲過去 但是 不管怎麼樣 就是還是很感謝你這幾個月的陪伴 還有 教導我們 讓我們可以就是越來越進步 那 希望你在下班工作也可以非常的順利 然後依然是 就是 漂亮的 下屎 好 反正就是 希望你下班工作也可以很順利喔 然後趁這段時間好好的休息 然後 把身體養好 就這樣 掰掰 一路順風 親愛的三星顏值擔當 旗艦雞扛霸子 陳露露同學 恭喜你終於畢業了 耶 好啦 你知道我是真心的祝福你 然後 首先非常感謝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 我們一起奮鬥 然後你也教會我很多東西 那既然決定要離開 就 趕快回台東好好休息 當大小姐 把錢花光之後 再回來面對現實 然後也祝福未來 不管是工作啊 事業 所有事情上都非常順利 然後有空可以回來找我們 吃飯跟連宵圍 我們會好好照顧行星的 不用擔心 好 超愛愛你喔 加油加油 陳露露 你看看你怎麼這麼突然呢 這樣子以後呢 就晚上的時候 沒有人跟我們一起亂吃亂喝了 然後呢 一聲嗚嗚嗚嗚的時候 也不會有人去念他了 唉 不過 就是 也非常開心你要脫離三星苦海 希望你就好好先休息 然後 要吃吃喝喝還是隨時可以回來找大家 就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對 就這樣子了 我真的覺得太突然了 好 然後 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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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你要 就是離職的時候 我有點shock 然後 就是 除了很驚嚇之味 然後腦中立刻飄過很多問題 就像我簽Brief的時候 那時候也會飄過很多事情 然後 我那個時候飄過的事情 是說 天啊 不在的話 那如果我有問題 我要問誰啊 然後 還在想說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們要找好吃的 我們也會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 或者是說 嗯 這樣子 就是 就是會少了很多生活中的樂趣 而且高同學就沒有人盯著 我很怕他自我意識過於很大 所以我就想說 好 怎麼辦怎麼辦 可是 然後但是也有一些事情 是我確切知道的 比如說呢 呃 第一個就是很祝福你 就是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 好好的 好好的休息 就是忘掉過去 這一切 就是這一小惡夢 然後 呃 確切知道的事情是呢 就是 我會繼續 督促高同學 就是 就是 要 刻苦幾聲 就是 好好的 好好的 就是刻苦耐勞 然後呢 要盯著 就是不可欺負黃色小鴨 然後 就是 要好好的 就是善待醫生 然後 呃 我也會好好的 就是 要 就是做一些決定的時候 先想一下 露露會怎麼做 然後這樣就可以好好學習 然後 也非常確定的事情 就是會很想你 然後 但是如果很想你的時候 我就會打電話給你 所以這個也沒有問題 然後希望 那希望你在休息的時間 你會過得很好 然後也很充實 然後 不用很充實 就很善就可以了 很難 越來越善就越好 謝謝 愛你喔 嗨 我是你最愛的星星 呃 好 謝謝你再幫你的陪伴 那您趕快把身體養好吧 等你回來我們再續前緣喔 二十年後 新包包 影片當作證據好不好 小狗狗 嗨露露 一起工作了三年 從卡蒂亞到三星 那 終於還是等到這一天 不得不面對的這一天 必須就是 眼睜睜送你離開 那 心裡還是覺得有點不捨啦 很像在嫁女兒的感覺 那 相信在新船這三年的磨練 那離開新船之後 將會是你展翅咖啡 大放一彩的開始 那也祝福你未來的工作 可以開開心心 然後有多一點個人的時間 嗯 有 可以找個心愛的人 好好的談一場戀愛 那就是 祝福你未來 一路盛行 掰掰 愛你喔 哈囉 露露 我其實該講的話 應該都跟你說過了 包括 你永遠都會是我最愛的組員 看來 我永遠都會很捨不得你 感謝你 這四年來 你跟著我應該是三年啦 三年來的付出 我很開心看著你一步一步的成長 從當年的聲色到現在 已經讀到你一面 而且被 不管是客戶還有所有的主管所認可 身為你的主管 我也是覺得非常的欣慰 那祝福你離開三星TING以後 你的未來 不管是工作愛情 都能夠 如你所願 找到你喜歡的 找到你的幸福 三星TING永遠都會歡迎你回來 希望到時候我還在 再會囉 這年對年看著彼此取決 這是我 是最平靜最安心的時光 好